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盡量往前坐 待會會是藝術 會很多圖片 你們如果眼睛不是很好的 盡量往前坐 各位同心我們現在開始上課 請各位同心起立 走 大家請坐 大家好大家安安 吃飽 血液都流到胃裡面 這邊就減少 所以我們看圖片就好 頭一張 輕鬆一點 放大一點 最近在幹嘛 不要太興奮 不要太興奮 因為待會我會流開 多多人 很奇怪 一隻鴨子就吸引這麼多人 我們民進府說那麼多東西 人沒那麼多 怎麼會那麼扯 為什麼 我今天晚上在跟你講為什麼 今天人家在燒什麼 剛才有人說 一隻鴨子在燒什麼東西 那是看不見的人會笑 如果看不見的人會笑 如果看不見的人會笑 這是多媒體嘛 媒體在炒作的東西 你逗留坐 為什麼一個鴨子 這鴨子是什麼東西 本來這鴨子對都要來 外國來 不是高雄的鴨子 外國鴨子跑到高雄來 你們跑去看 外國的藝術家做的 這鴨子的本來 Original最早是對都要來 外國你哪在生的鴨子 放一隻鴨子 泡在浴缸裡面 在玩的鴨子 它變得很大 18公尺高的時候 你們就想看 對不對 什麼東西 只要你日常生活的東西變大 都很有意思 不是嗎 你把你的奶嘴 你們家奶嘴 放到18公尺高 看看會不會有人來看 一樣有人來看 對不對 你哪玩具把它變18公尺高 什麼東西都變大 是不是都有人看 那這算是什麼文化 現在不怕變大聲 都好看 鴨子變大聲也有趣 現在不怕變大聲 以前就有 藝術家在美國說 用曬衣夾把它變到18公尺高 放在廢城 一個大樓旁邊 曬衣夾 所以我現在就先跟你講 怎麼看這個東西 你們如果懂藝術史的人 就不會被騙了 你還會去看嗎 就是不可以看 大家想說不可以看 裡面的教育 你過去的教育 裡面沒有這塊 沒有自己怎麼看東西 所以這鴨子會在哪裡風行 在香港風行 在台灣風行 這兩個城市都有一個特點 是什麼 這兩個城市都有風點 都是 對 做得很好 就是殖民地 待會兒 不好意思 那個小朋友的部分 我可能會很受影響 我很怕有小孩子走來走去 可以麻煩往腳 因為我上課很怕被打擾 因為我一打擾我馬上就停下來 就不能再講了 我們這個是給大人的課 沒有開放給幼稚園的課 雖然你要照顧孩子 但是希望往後面做 不影響其他人朋友上課的原則 因為我目的是要告訴你們訊息 你們要獲得訊息 中間有雜訊的時候 我希望幫他們排除 包括手機 就打起來手機把它按進音 要不然就關機 請大家注意這些基本的原則 我們上課 我們不是過期 我們不是被殖民 我們不願意當被殖民的人 我們就比較有疾病 好不好 比較有過期 上課要有上課的樣子 好不好 如果要上小朋友課 我就開放給所有 那是不一樣的內容 但是藝術入門很難 你要花點心思在想 來 再來下一張 如果鴨子好看 這是不是更漂亮 這樣 各位在座的 是不是更有品味 這是什麼 我告訴你這多高 這邊有個娃娃車對不對 有小朋友在這邊 很可愛的地方 欸 你不要看我了 看過的舉手 這樣好不好 挑戰你們看過這個人舉手 不會有的啦 可能螢幕前面的人會有 誰坐的 後面會不會後悔坐在太後面了 前面來看一下 這是花 可以往前移 如果你前面有空位就往前移 這個是那個花 真的喔 各種顏色的花 把它弄成像 這種狗 這個狗是什麼 雪納瑞嗎 你們要講出狗的名字 那也不重要 它就是這個 來下一張 是不是更高級 因為我放的位置更高級 你會感覺這個作品更高級 不會放在港口嘛 鴨子 用充氣的 人家自己灰去做 有可愛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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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話點點頭 有喔 女生大部分都是點頭的 男生都說 可愛是什麼意思 可愛嘛對不對 這狗真的很可愛 然後就像後面這宮廷式的建築 如果給你花錢買 這個是不是要花多點錢 剛才前面的一百萬 這可能要一億 講得過去喔 我跟你講講得過去喔 要是時間盡行 這就是女孩子會買東西嘛 從小說 這個燙這個貴這個貴 為什麼那個比較貴 為什麼那是LE 那是product為什麼 為什麼為什麼 你們都在做判斷嘛 對東西的價值在做判斷嘛 Evaluate 我們只會Evaluate這種東西 我再繼續再看 來 先這一段時間就看 如果剛剛那個可愛 這個也很可愛嗎 這材質還不一樣 看它還是花會凋謝的 這氣球 不好意思不是氣球 氣球 這就捏啦 這是用金屬去做的 金屬做得像氣球 也很好 你看出來它就是要讓你感覺像氣球 但是它偏偏不是氣球 很重的東西做出來 OK 這每個雕塑品都上億 幾十億 在賣的 是藝術品 下一張 這是什麼 我剛才回去應該講一下那個作品 前面叫Jeff Kuhn 這叫做Diamond Hurst 他是英國的藝術家 他的作品每一件都是十幾億 十幾億的在賣的 十幾億呢 台積電一年做幾個 可以買他幾件作品 這後面是一個鯊魚 真的標本 放大放在那個浮馬裡面泡 他拿這個來賣 可以賣錢 這藝術品 你們都沒有看過藝術品 真的 在座因為都沒有做這種價錢 不知道怎麼看這個 為什麼他可以賣那個價錢 來 下一張 這個大家就知道了 這很情色 所以上面沒有限自己 沒有未成年的 這可以看 前一陣子不是流行 有名村上榮作品嗎 村上榮是什麼 日本一個藝術家 他的作品的符號 放在LV包包 女生都知道 LV包包上面mark 就村上榮的去畫的 可是他之前作品是做這個 這是什麼 那女生 抱乳又 這是很情色的 但是這是藝術品 所以 那這個在北美館也展過 英國這個 他把海洋堂的東西也帶過來 你們真的沒人知道 稍微知道一段都走去 知道村上榮舉手 還有一兩個知道 OK 很好 好 下一張 那這個是什麼 這叫Roy Leichenstein 他是早期的 我們剛才看到這裡 我慢慢要解碼一下 待會再講解碼 這叫普普藝術 pop art 他早期的話 這是什麼 這放在美術館裡面 他什麼 他就把報紙上的連載漫畫 把它放大 用人去畫 畫出來把它放在美術館裡面 這是一個整個系列 剛才講到現在都是普普藝術 普普藝術裡面有分高低 剛剛那鴨子最爛的 這樣比起來你們還會想去看鴨子 等到那狗來再來看吧 等到那個氣球的那個狗來再來看 才值得你們這麼笑 對不對 你如果知道根本不會去笑那個 因為 再來下一張 這是誰 講的藝術家名字 講出來 不是 這图像是馬力人物 可是創作藝術家是誰 來 有沒有 誰 不是 不是他 不是他 Andy Warhol 來 下一張 不過至少 你是學藝術的才會這樣 來 這個是誰 這個位出來 我就真的你們就有搞手在裡面 Odenberg 這是更早期的 普普藝術在早期的時候 技術還沒有那麼精良 不然我就做得那麼醒 做個漢堡 手去做 1960年 那時候沒有那種技術 但是已經對當時的人來講算是嚇 下一張 我剛才講的曬衣夾在大樓前面 有沒有曬衣夾 給你放大 是不是曬衣夾 就是啊 也是幾百萬美金買的那時候 那時候也是人 所以你們看到這一切 我已經跟他重複一個原則 對不對 他們都要同一個原則 他巧妙各有不同 變成不同的東西給你看 不同形式 但是原則都一樣 你都不知道 不同年代沒有受到教育的人 想說 這是不是 不是啦 很早就有最開始1960年代 那些人都出生在1928年30年左右 Andy Warhol Royal Leckenstein Odenberg 這幾個都是啊 然後再下一張 他們就四代傳人 村上廊就後面了 Odenberg後來也做這個 你看 就感覺很高級 其實沒什麼 好 這一段結束 來 講到我的往來 有人上過我鳳梨一課的人 舉手 有聽過 上網看過 都沒有 真好 真好 這往來 我們待會再講 這個是跟前幾期不一樣 因為我已經講那麼多期 每一次都講一樣 大家會覺得 怎麼都一樣 剛才那個叫做普普藝術 普普藝術基本上就是 以前的傳統的藝術的反動團體做出來 他說為什麼 藝術品要長那個樣子 放在美術館裡面 難道不能是普世性的文化嗎 可能是一般亞俗共賞的東西嗎 可不可以放到美術館 他們在挑戰這個尺度 當然答案是已經很明顯 不可能 藝術本來就不是給普羅大眾 你弄到普羅大眾就是說 所以藝術基本上就是什麼 就是所有的多媒體 都普羅大眾文化的相反詞 叫做藝術 可以這樣講 基本上可以這樣講 一般的大眾的藝術是什麼 一般的 大家在想說什麼 就是素食文化 馬上看了 馬上要產生你購買慾 它的訴求不同 它希望你快 你不可能坐那裡走 整天去看藝術品 因為大部分沒有這個時間 它要快速的消費的文化 它要消費者文化 普普藝術是針對消費者文化 的一個反諷 大家都在做這個 然後美術館又是另外一個極端 美術館的每一幅畫 就是你要花時間 花精神 你在大眾文化裡面看得到 在美術館一定看不到 才有它存在的價值 你們大部分人都以為是的 藝術館在裡面就偏偏不是 大部分藝術館 你都希望它容易了解 可是它偏偏不容易了解 而且很艱深 它討論的事情很不尋常 這才是所謂的fine art 很fine 很細緻的藝術 它不是給大眾欣賞 大眾也看不懂 但是你來民進戶 所以我要講這堂課 因為這來你們是被選出來的人 你們不是普羅大眾 會來這裡的人已經不是了 表示你們頭腦 你們的反應 你們的思考 已經應該一般普羅大眾不一樣 你不會去抵鴨子 你們也不應該去抵鴨子 抵鴨子就從這堂課裡面 就取笑掉 因為你們已經會看了 會判別什麼是 普普義術 什麼是一般被操縱的民眾 你們是沒有被操縱的一群 這幾天來 每一天自己說的問題 基本上都是法理 你要有判斷標準 你看事情要看事情 後面要有一個 待會兒我就講那個東西 先不講太深 我們回來這邊 鳳梨 這就講王來 大家都知道 沒有問題沒有疑問 鳳梨吧 我是畫畫老師 我教畫畫 我的課跟人家不一樣 我不教你真的怎麼去畫 我只教兩件事 怎麼看 怎麼想 怎麼看怎麼想 那個鴨子怎麼看 你看完以後你怎麼想 這才是重點 不是看 沒有啊 你要知道這個鴨子在幹嘛 怎麼看東西怎麼想 最後就是一個眼睛跟一個解釋的能力 對不對 沒錯吧 我跟你講 藝術跟工藝有什麼差 因為台灣過去都是什麼 製造業 我們說製造業者的腦袋 Mentality 思考方式 所以你來看藝術看不到 動不動就看 這材料有多少 那就到製造業的思考方式 哪有告訴你 你到故宮去看說 中國的藝術品裡面 有說這材料 這製造得多貴 這多少人去做出來 這就是製造業的思考方式 所以他們導遊都這樣講 好 先不講這個 這是翁來 我發覺每一次要講就講到很多 這是翁來 大家都知道 那我的課 有一堂課就是這樣 就是小朋友 學齡前的小孩子 我給他一個叫跳躍性思考 光聽你們就覺得很難 你就第一個先畫鳳梨 你看到的翁來跟未來 那第二個 根據你所看到的鳳梨 再跳躍跳另外一個概念 來 請下一張 放大一點 對 好啦 我裡面有一個小孩子 畫出這個東西出來 請告訴我裡面有幾個鳳梨 他上我的課 跳躍性思考 他畫鳳梨 他看到剛才那顆鳳梨 我就是一模一樣 那個鳳梨給他看 然後他畫出這個 四分鐘之內 二十分鐘裡面 有那麼多鳳梨出來 那裡幾顆 一顆的驚手 看到兩顆的驚手 看到三顆的驚手 看到三顆以上的驚手 那我就要考三顆以上的 來 請告訴我三個以上有幾個 你的基本上有幾個 那顆大鳳梨 左邊那個 左邊那個 這顆 再來 再來 那邊就是鳳梨 鳳梨的房間那個是 上面的 這個呢 不錯啊 來 這也是喔 這樣幾顆 三顆嘛 再來 對 對啊 這裡 這裡 在前面 這裡 這裡 在那條線上面 這裡 在那條線 這裡 這個鳳梨 沒關係 你要寄 沒關係 來 你寄給鳳梨 沒關係 沒關係 那一顆一顆鳳梨 好 很好 謝謝你 我要解釋了 好在你幫我開了一個頭 我跟你講 我一個一個講好了 這大家 起碼大家都同意 這是鳳梨 因為它學靈前話 不是很好 但已經很不錯了 我們要給它拍拍手 這是第一個 因為是跳躍性思考 你用不同角度看鳳梨 它馬上聯想到什麼 太陽 怎麼看 怎麼鳳梨變太陽 怎麼看 那鳳梨跟他這樣看而已 從上面往下看可不可以 可以嘛對不對 從上面往下看 他把鳳梨的集球魚 併做好像太陽一樣 散開來 那聯想 但是他覺得有點簡單 他當初話的時候 他可能覺得 這樣的思考有點簡單 所以他把太陽就改成這個 這個是什麼 不是不是 他沒有不能剖面的 小孩子不能剖面 我就說整條鳳梨 讓你這樣回來回去看 他你要聯想 沒有切不准切的 整條鳳梨 我知道台灣人一開始就要把它剖開 要把它切開 不用擠 就是一顆鳳梨好好讓你看 對 有人講 時鐘啊 習近啊 可是時鐘有幾個 有的人就是又 又這樣思考 然後自己又反 反推 說怎麼會 這個時鐘上面1、2、3到哪裡 二十幾 二十幾 二十七 這也寫二十七 可是你要原諒他 學靈情 他不講一天有幾個小時 二十四小時 二十七 差不多啦 反正基本上就是數字 然後這邊有什麼 紙針嘛 對不對 紙針有三根 他只能畫三根 怎麼辦 他一定有一個Rational 就是理性化的過程 他就要畫幾個 有的紙針有的欠 表示什麼 時鐘在跑 有沒有 變時鐘 可是光畫時鐘 他覺得 可能還可以聯想其他東西 他就放了一個叉子 就變什麼 Pizza Pizza 你吃了Pizza 很像啊 上面有Dressing 對不對 又變Pizza Pizza完了以後 他就小孩子做一個動作 老師老師 我要一把尺 很奇怪 我說 畫鳳梨用到尺 你這個鳳梨很奇怪 畫鳳梨為什麼用到尺 但是我這個老師很特別 我就給他尺 幾分鐘之後 他就畫最左邊那一條 他畫最左邊那一條 鳳梨怎麼變這樣子 就是把前面這個 我說 你的每一次跳躍 要根據前一個 對不對 他要根據他 他要根據他 然後那個就要根據這個 他用這個去想 樹枝是一個暗示 就等於剛剛那個鳳梨就開始滾 對不對 滾了以後那個樹枝就攤下來 一片一片葉子就沿在旁邊上去 不是一個一個鳳梨 那個就變一片一片葉子上去 有趣嗎 本來三度空間的鳳梨 加上時間變適度 再拉回一度 變現性 天才啊 天才啊 真的天才啊 悠悠在不同的項度裡面 自由來往 有的老師就跟我陷 說許老師你想太多了 你用大人的想法套在小孩子身上 我說沒有 這裡面有好多的暗示 我舉個例子 我說這樣跳有沒有過分 你看上面有什麼 蛤 一台車嗎 對不對 有人說有一台車 車是什麼 車可以跟有一條孫 沒有啊 他車子在滾動的時候下面有什麼 軌跡啊 所以那如果這是輪胎的話 他在滾動的時候 是不是有軌跡跑出來 那就聯想到說我的解釋沒有錯誤 那後來這個小孩子的發展 也證明我的解釋沒有錯誤 你最好來 你哪變資優生呢 他是數學的高材生 到了師大數學系 師大他其實應該是比台大更強的 因為他是真的資優生 可是科技就只能夠 不可以只能夠數學 你的中文就爛啊 你考人文也爛啊 只能數學好就爛 但是他是數學天才 可是在我們教育體系之下 他就不是啊 他就不是了 他數學是top 所以後來就出國就念書 就一直 我在看到這幅畫的時候 已經跟他父母親講說 快把你們送出去 老在台灣完蛋了 同樣這幅畫 引到台灣的小學 我要請問你 老師會怎麼處理這幅畫 等在旁邊嘛 看都不看嘛 什麼東西 我叫你往往來 你把我畫什麼 對不對 當然不會打 但是就隨便打個六十分 就要丟到一邊去 他變垃圾 天才變笨手 在我們的教育制度底下 天才變一下 變庸才 真的啊 他不是阻礙而已 他根本就否定 你的發展的可能性了 他就把你放到一邊去了嘛 你聯考只考他制度裡面 在罐頭工廠裡面 不符合規定的 等我等在旁邊 人啊不是罐頭 怎麼可以這樣處理 對不對 一定要物理化學 水平的 都要拼 拼一拼拼兩拼 怎麼拼拼得快出來 這樣而已 考試哪是把它篩選 優秀不優秀的人 不是啊 優秀的人在你的系統裡面 都變不優秀的 聯考看分數而已啊 只考那幾科啊 國文比較厲害有比較爛 比較厲害 比較厲害 當然是比較聰明的人 不是啊 所以你的制度 是讓我們的天才變庸才 庸才就到比較爛的學校 爛的學校就是羅門 錢還有手把 你的頭腦都用在怎麼欺負別人身上了 你不是用在好的正面的方向嗎 就這樣子啊 找他我們一台人啊 老師控制我們的 欸 教育制度是制度喔 他決定你 是不是這個料 還是掌握在老師手中 所以老師影響就很大 講到這些 講到老師我就要講一個故事 我以前在美國念書 我在東岸 我在費城 就是剛剛有那個賽伊甲那個地方 我去東岸第一個 就想看那個賽伊甲 真的跑到那邊去看賽伊 哇 真的是 因為以前還看不懂 可是到研究所的時候 在那邊去 那我一堂課就是 學期末了的時候 我把我所有作品都擺出來 然後前面的伊甲家做在前面 然後世界有名的伊甲家 因為這學校也算名校 長春人 然後有些請一些有名的人坐在下面 伊甲家 評理的話 你要Defense 我為什麼這樣話 為什麼這樣話 結果我在Defense的過程 突然一個日本的教授 我一定要講他的名字 因為他真的不錯 叫Hitoshi Nakazato 中里奇 他是以前那個多摩 藝術學院的院長 後來拿洛克菲勒獎金 到美國來念書 他就站起來說 你不要去那黑酒 齁 我聽了我就實在是 當場就傻眼 我說奇怪 我在講我的藝術品 你跟我要不要去歐洲什麼關係 那裡面其他都是北人 剛才一個東方人 日本人 騎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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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大概唯一叫他抓出來 他說你不要去 所以趕快回我的叔叔 我打電話跟我媽媽講 老師今天把我批評說不要去黑酒 問題是他為什麼知道 他只看我的話他就知道 怎麼很奇怪 但是我媽媽也不講 好 這個暑假你就去歐洲 那我去歐洲的時候 我要選團 我也知道歐洲那時候很多採購團 去的是shopping而已 根本不知道要做什麼 那我就想說找一個 結果剛好看到有一團 都是國小退休老師 談那一個國小退休老師 跟加入那一團一定好 因為老師 高級知識分子 受過至少師大畢業的老師 又退休 教學多年經驗應該不錯 好 下一張 然後我就跟他們去歐洲 歐洲第一個地方到哪裡 這個地方誰知道在哪裡 這是哪裡 講啊 不要客氣 聖彼得大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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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梵蒂岡 在義大利的羅馬 上一期還是前一期 我就剛好碰到兩個義大利人 不是真的義大利人 就是台灣去那裡 住了二十幾年以上 再幾年的人住在這裡 馬上我就說得到證實 不是我在歐洲亂說的 這個是在16、17世紀 花了120年蓋出來的 16、17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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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0年到17多年 17、20年蓋好了 來 再下一張 那時候沒有鋼骨結構 也沒有鋼骨頭 那就像九頭這樣這樣跳起來 靠力量去撐 這上面十二個使徒 每一個雕塑的高度 是這個人的三倍以上 那時候要把它丟到上面放下去 你看這邊人是這麼高 走到這邊人就這樣一點 那個門 五層樓以上的門 五層樓以上的門 光門這邊的門 這邊大門我還沒算 窗戶一層一層就上去 都九頭啊 都是大理石 嚇死你 16、17世紀 120年蓋出來的房子 裡面還有藝術品 每一個雕塑都嚇死人 每一個雕塑 這後來是Bernini 在快結束 Bernini另外藝術家做的 下一張 從上面往下看 OK 看到這雕塑的廣場 環抱的廣場 看到前面 非常漂亮 大人都沒有去那裡 我們到東南亞去做什麼 不好意思 我不是不尊重人家文化 但是有很好的文化 你們應該存錢層多一點 到歐洲去看一下 去歐洲看一下 不一樣 人家文明至少是 有它的道理 為什麼呢 我們都往那邊走 因為往這邊會自卑 看不見 我們變得渺小了 就不見了 我們不是 我們本來是世界博覽會 在台灣 我們本來是日本 日本 現在唯一亞洲國家 跟西方國家平起博士日本 你們是日本人 怎麼現在層幾何時 我們的level到這個地步 我說這個都不滿了 過期台灣有多少藝術家 早期前輩藝術家都受到很好的教育 跟日本受訓練到歐洲受訓練 早期在畫家 日本時代孫年齣的藝術家都很厲害 都跟上那時候的蜂巢 那是後來這個師大這段 中國來的人 幫你教你的所謂的中國藝術 那不是嘛 好 待會我講到這裡有點激動 來 下一張 Interior 它的內裝 我會阿 算作 爸爸 我們阿公的 都要去芝加哥大學 讀數學博士 那時候大家是留日 我們是留美 讀數學博士 回來後要去校 並且去校 都沒辦法去校 那系統都不一樣 他在芝加哥大學愛上一個 當地的白人的女的 本來要結婚 我的阿嬤把他抖 用錢把他抖 不准給我回來 他後來就回來就鬱鬱寡歡 回到台灣這裡 不可能去營地的高升的數學 小小的 不是完全去校的 小小的 有點像憤世技術 糟蹋自己 說到糟蹋 待會我會講這個字 OK 它是Interior 這邊有一個天棚之類的 紅衣主教就在這邊開會 誰有看過那個 達文西解碼 達文西密碼 都有看過 裡面就是以這個做背景 講的故事 OK 下一張 你看 地板 大理石做的地板 十六世紀 就把你做在地板的扁扁扁 大理就把你抖得扁扁扁 輸人疼疼 那現在我們的地板還撲不平 我們的馬路還是行 好像你塞車怎麼塞準 就這樣行 你到歐洲到 我跟你講 台灣的那個溫差沒有像美國那麼大 美國早 假天會到40度 冬天會到-30度 加上Winture Factor會到-40度 它溫差是80度的差別 到歐遊都要換不同的歐遊 它沒有多少度 你居然那個馬路都說 哇 這個叫壞掉 那個壞掉 做的路還會刪 整年的事情 這是以前人家歐洲 歐洲有下雪 有冰天雪地的時候 它的那個大理石 代理石的地板是扁扁扁扁 我們這些還 虧說現在有什麼新的科技 都做不扁 沒也沒不扁 你去日本 去玩過的人都知道 你在路上走人家在施工 在鋪那個地磚 我都說到德國去看地磚 那港人怎麼拿鋪的那牛 你有沒有看過台灣的人鋪地磚用齒糧的 沒有 哇 牛要幾半坡再打一隻 兩半半再打一隻 人就是這樣走得很爛爛爛 算了 說得很累 下一張 這已經踢了 你看多漂亮 幾層樓高你自己可以看 人差不多這麼高 16 17世紀 嚇死你 看著這種東西 正常人的反應說 哇 看起來好偉大 好棒喔 怎麼會是這種地方 怎麼是人做出來的 他為了什麼理由做這些事情 為什麼要花那麼多人力物力來做這件事 有一個理由吧 是宗教理由 你會覺得awson 莊嚴 會敬畏的產生這個 正常人的反應應該是這個 可是那時候我的那一團裡面有一個老師 突然間冒出一句話 結果給人工藝 這還沒想到台灣的廟一樣 比較大聲而已 這叫做銀 我那時候覺得很銀 怎麼會說那些話 那些話好像說得出嘴 可是他就很自然的講出來 果然我這樣 跟這頂老師做一個出來玩 這聲我在後續的旅行可能就泡湯了 果然沒有錯 我後來到奧塞美術館 一進去的時候 我就看到那個 都是以前課本上的畫 現在都在牆壁上了 而且是原作 我就好興奮 馬上跑去一張一張看 結果那些老師不見了 老師跑到哪裡去了 我也不管他 我就繼續看 看了兩個小時以後 我到coffee shop 就看到那個老師一頂坐的那裡 說徐老師 怎麼穿那久再來 我說什麼穿那久 我看賭啊 那些工夫要做什麼 在這裡喝咖啡啦 你要看賭 那些書店都有在賣 全部都賣照成照片 然後上面有個解釋 我看就好了 拜託我買那些錢 來這裡看原作啊 那你坐這裡 我整個在台北書店看 也看得到也可以買到啊 所以這些老師的品味已經被扭曲了 只能看什麼 複製品 原作看不到就看原作了 懂嗎 可能不懂 我解釋一下 你們不能欣賞真正的美女 只能看照片上的美女 可能看網絡上的美女 看得好爽 可是真的人 美女站在你面前的時候 你傻眼啊 這是要怎麼處理 是不是 就騙開嘛 所以這樣一大堆宅男啊 很多宅女也是 每天這樣照 然後眼睛弄得大大的 那就是美女嘛 人家照出來的時候你沒辦法 這女生會生氣的 老瓶水 上廁所會臭 早上要刷牙的 那這樣的人你能接受嗎 所以我們的品味已經被扭曲了 扭到變成只有在多媒體 就在媒體上面的那個美女 真正的人 human being 真正一個人 那種漂亮 你看不出來 真正一個人的美 你看不到了 我們已經被扭曲的品味 所以你真的作品幫你簽名的時候 你不要看 是不要看 你只能看那個網絡上的那種圖片 flat 照片 而且不是原作 所以這群人已經 你的品味已經扭曲了 看鴨子有什麼好看的 比較大聲你就要一直看 當做什麼 所以你這個人的品味已經完蛋了 講到判斷已經毀掉了 所以看到好的東西 真的東西 高尚的東西沒辦法欣賞 因為你是在這個level 講那句話就講 剛剛糟蹋 糟蹋 什麼叫糟蹋 本本是真高級的東西 你放在很低的地方處理 叫做糟蹋 女生有沒有被糟蹋的經驗 衝得漂亮漂亮 結果這男生不懂得欣賞 現在給你處理 你就覺得被糟蹋了 我花好多精神 本來很漂亮的女生後來嫁給一個 也不虛你的老公 對不對 我就覺得 講到這個 這要怎麼講 我講一個故事 這是參差的 前面幾集沒有講過 我那時候去 後來在瑞士爬鐵麗絲山 爬到山上的時候 爬山 爬到一個下山 爬山的前一天晚上下大學 我那時候想說完了 第二天就不用玩了 那導遊說沒有沒有 我們明天還是上山 我們就在雪地裡面爬 爬到的地方 就一個平台 平台裡面就有一個山 有一個洞 不是不是 就過了一個山 山中間有一個stop 就轉過去一看 奇怪 我在圍頭一看 這邊冰天雪地 這邊是綠草如荫 還有蝴蝶 還有叫聲 怎麼回事 你們知道為什麼 發生什麼事情 我可能要暫停一下 我上課的時候沒有talk OK 我習慣 我上課 你可以問問你 但是沒有互相talk 好不好 專心看我這邊 要不然你就睡覺 OK 因為我會被disturb OK 其實就是 外國下雪是下單方面 有風面 冷風面這樣吹過來 山那麼高 所以這邊是向著下雪的地方 所以現在都鋪滿雪地 可是這邊不再有雪蓋住的地方 就是綠草如荫跟前一天一樣 就跟前一天一樣 可是導遊說你趕快看趕快照 第二天就沒有了 果然風向一改 第二天那個就被蓋住 所以我就想說 美麗的東西就那一刹那 你如果看到就有 好在我們那些人在那邊拍照 要不然 誰知道那邊有一個美麗的東西 你們女生在照相十六 你們如果要講話 可以到別的地方講話 如果在我課堂上講話 我覺得會被disturb 不好意思 來這邊民政府上課 我就是要這樣要求 好 我再講回去 女生在十六十七歲的時候 最漂亮的時候 沒人看 所以孤方至上 靜止一招 這是我最漂亮的時候 我就跟我太太講 你最漂亮的時候 我可能錯過了 好可惜喔 不會啦 那這種你如果不好好的欣賞 就把它糟蹋掉了 最漂亮的那個moment過去了 女生對時間time table 是很sensitive 敏感的 因為漂亮真的 像食物有鑑賞期 水蜜桃過季到沒吃 就暖了 最好吃的那個時間 你一定要下手把它買下來 薩絲米也是 你拿出來最好吃的時候 肉乾烤好放在前面的時候 最好吃的時候下手 我們對這個要有品味 我跟你講我從你們的日常生活裡面 如果沒有糾正你們的生活習慣或品味的話 沒辦法欣賞藝術 因為它本來又不是一般普羅大眾在做的事情 我來說這是因為你們特別 我不會對外面的人隨便講這個課 只有對民政委裡面的人 要受訓的 以後要當官的人來講這些事情 你們在值得受到這種教育 其他人我差在一起 其他人要花錢來上我的課 這邊我免費講 講完你們有你們觀念思想改變 你會變不一樣的人 不要再回去走原來的路 那你來這邊幹嘛 浪費時間走吧 你來這邊就是接受最好的訓練方式 你照我跳脫 我要講一個名詞 叫做資源回收 剛剛那個鴨子 去了另外一個城市也很受歡迎 叫香港 一個出了名的資源回收城市 為什麼講這樣 他們本來是 我講這個資源回收我要講一個意思 存在感 什麼叫存在感 比如說我baby剛出生的時候 看到媽媽對不對 baby剛出生 他唯一認知自己存在的方式 就是透過媽媽 因為只有這兩個互動 我餓了我哭 媽媽胃胃 胃胃得到滿足 趕快休 我就聽到他聲音聞到他的味道 我就知道我存在 我也被受到重視 然後慢慢 爸爸也進來了 家人其他的member也進來了 我就有互動 互動的話我就更確認自己的存在感 對吧 沒錯嘛 然後我有確認了我就有自信心 然後我學習能力就加強 以後長大就一個正面的一直循環起來 一個健康的人 所以有人說 這個家庭叫旺族 有沒有 有人說旺族 旺族是什麼 這邊的小孩子都很有存在感 走出來沒辦法忽視這個人的存在 這個家裡面 男的長得高大 英俊 女的長得漂亮 哇 這個存在感很強的家庭 出來又很有成就 以前村子裡面都會有這種人 那我就講存在感 那如果這個顛倒過來是怎麼樣 寶貝一出來 八道腰要啪 叫他頂嘴巴 哭 這是什麼狀況 對不對 我怎麼肚子餓會被打 這是要受女兒 我以前有去育幼院裡面 就帶過這些小孩子 我辦了很多活動啊 給他糖果給他玩具啊 可是那些小朋友怎麼樣 裡面總是會有一兩個躲在桌子底下 不要出來的 他就說不要出來 我過去給他鼓掌 他說出來出來 為什麼 他是受女兒 他就說 你就當作我沒有存在好了 我不存在 他雖然耳朵有在聽 嘴巴還繼續吃糖 但是他不要你知道他在那邊 那就是沒有存在感的人 極度沒有存在感的人 他會躲起來 存在感很強的 就會跑到前面來 他希望得到你認可 我也認可他 互相陽性互動 台灣過期就是為什麼 我是台灣人 你是中國人 我是台灣人 你是中國人 就是這樣被虐待的不是嗎 我們是受虐兒 我們現在 我告訴你 我們這裡面都有受虐兒的傾向 為什麼 就對自己沒有自信心 對東西沒有吸收心知識的人 他自己在那邊 嗅起來 跟他說我嗅起來 就當作我不存在好了 我只要能吃能存在 為什麼會是這樣的 是我們自己選的嗎 我們被虐待的原因是什麼 我們自己選擇被虐待嗎 沒有 為什麼 因為我們過去戰敗 我再講一個 剛才講到存在感 存在感慢慢就形成有 這是個人的 還有群體的存在感 群體就是一個家庭 一個家庭 再大一點就是部落對部落 那在部落跟部落 為了爭奪水的資源 土地 要怎麼樣 修爬有沒有 修台 修台之後強的就吃掉弱的 存在感強的 實力又強的 就存在 就打敗那個弱的 對不對 慢慢就把它併起來 那弱的就離開 就一步一步在裡面 然後後來變小的國家 過去日本也有各個國家打仗 中國 歐洲也是各個國家 小國打來打去 到最後什麼 變成大的國家 現在變成最大的什麼 聯合國是不是很大 大英國也是不是很大 就好幾個國家 美利堅聯合眾國 就是合眾 United States 就不同的States加在一起 不同的國家併在一起 才有那個實力跟人家對抗 那這個部落跟部落打仗的過程當中 會做幾個基本的動作 我幫你打敗之後怎麼樣 我把對方你的頭砍下來 掛在竹竿上面 嚇你們這些人都點點的 會跟我反抗的人 我要做什麼事情 比如說你們這男的壯的 會跟我亂的 抓來都抬抬掉 你跟抓來我也要去抬 那剩下什麼 女人跟小孩子都好 因為我這土地還好 過去不知道 都抬掉了 土地那麼大塊 誰來進走 還是要人做 所以我留你們女人跟小孩子 學聰明的 戰爭不能這樣打 那這被留下來人叫什麼 資源回收人 了解嗎 被留下來人叫資源回收人 就像垃圾 你丟掉沒有用啊 穿著要靠的人還可以拿來用啊 就資源回收啊 那人也被資源回收啊 你被資源回收人 我給你的教育不會太高尚 能夠執行工作 這是我的目的 超過那個我不會跟你教 我不跟你教那種帝王之學 藝術就是帝王之學 讓你高一級的知識 不會交給你的 你不需要知道這麼多 不需要怎麼我怎麼玩你 香港就資源回收成了 他為什麼 他以前英國殖民地嘛 對不對 是不是 英國殖民地怎麼處理他 就讓你這城市運作嘛 然後他就到最後只要抽個稅就好了 每年繳多少錢 到我英國國庫就好了 那你繼續讓你的東西 所以換中國來做的時候 中國做什麼 一樣的事情嘛 舞蹈跳 馬蹈跑 你去森林裡 到時候我去抽稅 都給你抽回來 所以中國就怕你說 英國走了你就不開始運作了 不要跑不要跑 繼續留在裡面替我工作 錢再給你收回來就好了 現在一步一步要收得更親 我說你要叫自己是中國人 不是英國人 他們就起到要死了 傻人 因為為什麼 他以前是英國的資源回收人 突然變成中國資源回收人 就動不了了 中國又要把他收編 我不是中國人 每天在鬧沒有用 因為聰明的老早就跑 聰明的有辦法 老早就跑到英國 跑到加拿大去 不是嗎 那這些人對鴨子這種東西 很有興趣 不好意思 我有點諷刺的意思 那這鴨子跑到高雄也是 因為資源回收有一個特色 就是每天就是工作 探家 為了一口飯 把自己都忘掉了 他的原則 他最高指導原則就是吃飯 吃飯是他最高指導原則 他沒有更高的理念 我有一天飯在這裡 有下一餐飯給資源回收人 的思考方式 這也是使用你的人 最喜歡你的態度 你知道那麼多嗎 搞我亂了 沒有 我要你乖乖 所以他的教育也是經過設計的 我講這個不是在講過 最近講了一件事情 我講的東西有一些時事 最近是不是有一個導演叫做吳念真 他是不是講過一句話 他說什麼爛演員演了一個爛劇本 是不是 他在講誰 就是馬王之真 但是我要回過來講吳念真 人家再怎麼爛 人家是真實的世界 你演得再怎麼好 你是戲 你是戲裡面的人 外面是真實的世界在做的事情 了解嗎 他們不在演戲 那我為什麼會覺得他好看 為什麼馬王之真 就是演得再爛 因為他是真的 你演得再好 也是一堆演員演給我看的 了解嗎 真實世界跟虛幻的世界 可是我們過去教育都在虛幻裡面 讓你長大 包括我們歷史也是虛構出來的 我們的歷史是虛構你知道嗎 我們在裡面 所以我們喜歡看戲 戲讓你忘記你真實世界是什麼 你進到戲院讓你忘記 什麼是reality 不是嗎 所以你才可以繼續活下去 給你虛假的東西 真實的東西你不能面對 我們今天有講的問題 是真實的 歷史的文卷 科學的事實跟你講 你有沒有辦法接受 沒辦法接受的人 就跟那群老師一樣 沒辦法看真品 只能看複製品 沒辦法看真的 只能看假的 不能看真正的戲上演 人之間的互作 只能看戲 就演一個美美的戲 有趣的戲 讓你又進去 還有職員回收人的文化 這些文化就是在消費文裡面 一直繞一直繞 我這堂課就要講 今天講得有點深 但是沒關係 我講給網路上前面的人也可以聽 下一張 OK 不同的藝術作品 每個都是細節 就想說 有很多人花那麼多時間 做這件事 那裡空間那麼大 你看有多少藝術品 要這樣擺滿 光是擺滿就嚇死你了 我跟你講 每個地方還不是隨便 空空蕩蕩在擺 我們現在藝術品 一個家裡面如果花幾億去買的房子 就買一些藝術品 跟那些拆拆拆 對不對 我問你 你花一億的錢去買的房子 會去買複製品畫牆上嗎 不會 那不是糟蹋了嗎 對不對 你會畫Poster 會買一幅十幾萬 十大路上去買那種風景畫 不行 你會跟設計師說 幫我搭配一個 符合豪宅的畫出來 少數也要上千萬 這配得上我的家 那這個怎麼辦 一個聖彼得大教堂 要花多少錢去DECO 裝飾裡面的東西 來 下一張 米開朗基羅 再下一張 來 Sistine Chapel 在後面 這只是看一個view 它上面都是畫 米開朗基羅畫的 躺在上面 再下一張 這看得更清楚 這是聖經故事 上面是創世紀 後面是新約 我之前講的東西 我真希望把台灣人提升一下 真的 這我們都不知道 我們完全不知道的東西 你如果有這種宗教的話 你怎麼可能會被人家奴役 不可能 不可能 來 下一張 下面人拜什麼行 來 下一張 好 先放在 停在這邊 好了 這是米開朗基羅做的 大理石雕的 怎麼欣賞 看到這個時候 這是其中一個作品 其中的一個作品 你看到它的時候 要怎麼欣賞這個作品 通常台灣團來這邊 那個島嶼就跟他講 這個是台里酒 這個台里酒 去拿出來 開朗基金 都沒有人講到重點 所以那時候我就跳團 就去聽歐洲團 他們在講 外國人在講什麼 完全不一樣 怎麼不一樣 我隨便舉個例子 好 我現在一步一步先起來 沒有錯 這是大理石 整塊大理石是一雕 我們先講一些基本的概念 台里酒 不是木頭 磕壞不能黏回去的 那時候也沒有那麼強的東西 可以讓你黏回去 你磕就要到位 一磕下去就磕了 手回去就手回去 不可能照著回去 不可能 以前沒有那個技術 所以這個人不能犯錯 對不對 他就很厲害了 雕作家不能犯錯 每一刀找下去都要正確 嚇死人了 光是這個就不得了 第二個 這裡面有活人 有死人 還有布料 你這個同一塊大理石 要丟出布料的感覺 椅子的感覺 活人的感覺 死人的感覺 不能都同一個感覺 對不對 同一塊大理石 光是在詮釋材料之外 它又是不得了 OK 這是一個 好 這接下去 為什麼講這個 來我先講 剛剛那群老師 跟著我去的時候 我雖然很沮喪 但是我也是老師 我就跟他講說 哇 近頂兩起發生什麼狀況 我要怎麼幫他們解決這個問題 這些小孩子以後 這些老師如果回到學校的話 是糟蹋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 就被糟蹋了 所以我要改變是這群老師的想法 那怎麼改變它 你要找出個理由 我那時候找出兩個理由 一個叫什麼 capacity 它基本上沒有這個能耐來欣賞藝術 另外一字叫做解碼 它沒有解碼器來解這個 我先講解碼 裡面有在國外買過DVD回來的 對不對 放在家裡播放器一放 怎麼亂碼 因為區碼不對 因為你裝在裡面的解碼器不同 所以你解不了這個碼 就看亂碼 除非你去修改它的解碼器 然後你就看了就是清清楚楚的一幅畫 一樣 你看到這個東西 先不講 那些老師看到這些東西 沒辦法解 因為在他的世界裡面 沒有這些解碼器 他知道只有台灣廟的那些概念 所以他套不上去 套不上去的時候 這個沒什麼 他會糟蹋的原因是因為 他沒辦法解釋他所看到的東西 他沒有這個能力 他沒有解碼器 解碼器又像什麼 就像我現在跟你講話 我用中文跟你講 台語跟你講 我先有概念 然後我翻譯成語言 然後你聽到以後 你還在翻譯成概念 你才知道我在講什麼 要不然只是b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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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話而已 所以這中間就牽涉到解碼的過程 編碼跟解碼的過程 OK 這些老師需要解碼器 現在你看到這一幅畫 你們看不懂 我要給你解碼器 解碼器給了之後 你就看得懂 你就懂得欣賞這個東西 你就不會糟蹋這個東西 我講過嘛 皮卡索的話 如果丟在台北街頭 真的會被人家踩過去 捷運站一定 扔掉了 上億的錢就這樣要踩過去 沒有人會欣賞 在上面挖狗 亂七八糟 真的就是這樣子 好的東西放在這邊 你不懂的時候 你家房子底下 有錢 你知道嗎 你為什麼五百萬就把它賣掉 下面有好幾億的黃金在下面 你如果知道你們家樓下有保的話 你怎麼會這樣隨便賣 不會賤賣 但是你要有這個會員 知道自己家裡有這個東西 那這種解碼器 你要看得懂這東西的價值 價錢在哪裡 好啦 這樣講的解碼器 我就要解碼 就要解這個東西的碼給你們看 剛才解了材料 因為你們是製造業者的背景出來的 我就講材料 好啦 你們現在懂得是做服務業 懂得這些多媒體 那我就告訴你 從多媒體的角度它也是不得了 怎麼處理材料 這是一種 然後多媒體說如果他是個導演的話 這有點像定格的作品對不對 你去看電影的時候怎麼定格 你去看劇照對不對 比如說現在是黑暗騎士要上演 那你不可能看到影片 在沒有看到影片的時候 你會看劇照 這幾張照片很吸引人 所以我在做宣傳的人 我想辦法選很好的照片給你看 你才會看的照片想來看這部電影 我如果選錯照片的話 你不會想來看 所以怎麼選這個劇照來宣傳很重要 那劇照是什麼 定格 這部電影裡面那麼長 我只定格幾個點 你看了以後就有戲 你就過來 做雕塑的人要定格 他要選什麼時間點來講這個故事 OK 我要選什麼時間點 這個為什麼定格在這裡 而且還有一個表錯情 你演戲的人表錯情 這個戲也看不下去對不對 明明應該憂傷了 你可以偷笑 對不對 這個戲怎麼看 你在亂搞 這樣戲絕對沒有人看 所以偉大的藝術家也要什麼 這個表情要對 所以他的表情是什麼 憂傷 太容易了 太快了一點 他不是憂傷 他有憂傷 可是他有好幾種 那怎麼樣知道他其他的情緒 就要我給你解碼器 要不然你看不到那個東西 但是你如果整個神學 基督教文學的神學的背景的話 你再看這個 我跟你講 你要知道西方的藝術的話 如果沒有基督教的概念的話 不可能進來 看不懂的 你整個到歐洲 這些天主教的教堂 你不知道基督教是在講什麼 你怎麼進來教堂 進來教堂做什麼 你用道教的思想進來 你就看不懂 是不是 所以我就簡單的七分鐘 跟你們講什麼叫基督教 基督教的基本原則是什麼 你再回過來解釋的時候 你就豁然開朗 所以這要解碼器 我就要給基督教解碼器 我那時候到美國去念書也是 好在我的大學是在美國受的教育 所以我基本上有一個比較宗教的概念在裡面 基督教是什麼 基督教 大家都有聽過基督教 沒有人不知道 有一個人知道 基督教你們覺得是什麼 我跟你講 他不是什麼比較快 基督教不是勸人行善 如果有在聽我上課 現在聽我講話 你會覺得很奇怪 什麼叫基督教不是勸人行善 那奇怪 宗教不都勸人行善嗎 我就跟你講 基督教偏偏不是 偏偏不是 他沒叫你去做好事 很奇怪 徐老師你學會講 慢慢聽我講 基督教最主要的目的 不是叫你去行善事 不是錯了 弄錯了 你誤會了 第二個 基督教不是精神寄託 奇怪 那又忘記了 老師你在說什麼 第三個 基督教還不是叫你加入一個宗教團體 徐老師你在做什麼 你開玩笑 那基督教到底在做什麼 我跟你講 基督教只有一個原則 最簡單 叫人不會死 人會死 他的宗教叫你不死 好笑喔 徐老師 我現在都在做邏輯推理 你說叫人不會死 你基督教不是有墳場嗎 基督徒不是死了嗎 什麼叫叫人不會死 那我的講話是何邏輯 所以你要按照邏輯聽喔 那你要先講 死的定義在基督教裡面是什麼意思 你才知道什麼叫做救人不死 死的定義原文叫什麼 separation 分開啦 分開 拉開 拉開 不能在一起叫separation 那靈魂跟肉體分開是不是就死掉了 人死的時候靈魂就離開肉體 對不對 它就是一種分開嘛 對不對 你活起來是什麼 靈魂就要回到肉體 對不對 沒錯 有的人講說 我身體腐化燒掉怎麼回來 很簡單嘛 在基督教觀念 這個上帝是創造宇宙萬物的主宰 祂可以造一個新的身體給你進來 這叫復活 那另外一個是什麼 separation是什麼意思 你跟上帝分開 人跟上帝不能來往的時候就是死 意思就是說即使你人活著 今天你跟上帝不能來往的時候 你在神的眼中看來你是死人 我死人 我死人 我是人 我死人 活死人 很有意思 這個 我死人 OK 那就你不死就是不separate together 靈魂回到肉體 你跟上帝的關係恢復來往 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 相信上帝跟神恢復來往的時候 你基本上就是活著的人 至於身體已經死掉那個 以後復活會有一個新的身體 先不講細節 再講一個 人被創造出來是要死的 你會問下一個問題 上帝造我是要讓我死的嗎 偏偏不是 不是喔 那什麼造成人死 separation 分開 主要原因是什麼 我們講一個字叫做 好幾個名詞 一個叫做罪 一個叫公義 還有一個叫聖結 因為這個上帝是聖結的 是公義的 他對你所犯的罪 一個回應就是讓你跟他分開 你跟創造宇宙萬物生命的主宰分開的時候 你就面臨死亡 就這麼簡單 好 那我一個一個講 什麼叫罪 罪跟你平常crime against each other 不一樣 我們講的犯罪說 這種是人跟人之間的犯罪 我們講的犯罪是sin 這個字是對神 OK 你的犯罪的 最終犯罪的對象是上帝 叫罪 sin 英文跟crime 這個不同的字 我們都把中文犯成罪 太簡化了 講愛 講到這個我先插播一個 講愛這個字就很奇怪了 我們很尷尬講愛 是因為為什麼 我們把愛跟 很多愛的意思都放在愛這個字裡面 跟爸爸媽媽不敢講愛 因為我們把他跟男女之間的愛混淆 所以在原文裡面有fear death fear 像兄弟之愛 或者男女之愛 或者父母親對小孩之愛 都不一樣的名詞 不是啊 沒有人要講 如果人人要講 我們覺得很尷尬 對不對 我們的語言裡面有缺陷 待會兒再講語言的問題 好 回來講那個 因為罪 那罪的原文的定義是什麼 就是死不中地 射箭沒有射箭靶心 很奇怪 罪的定義怎麼這樣 就是跟你講 只有這件事情可以做的時候 你跟它差一點點都是罪 在聖醫章的定義就是 還有一個定義就是 你該做的 我們以為罪就是說 你不該做你去做是罪對不對 聖醫章還有定義就是 你該做你沒有做也是罪 如果是這樣子的兩邊 就把它卡掉了 還有一個 你犯過一次跟 比如說那是我小時候犯的罪 不算 沒有不算 在上帝眼中裡面 只要犯過一次就是犯了全條 這個概念很奇怪 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基督教講的 上帝是很奇怪的上帝 他講說無所不在 無所不知 無所不能的上帝 然後他這個神的概念是 超過時間以外 我們是活在時間底下的人 所以有過去今天未來 對不對 有個結束點 對不對 我們觀念是這樣的 在時間裡走 前一分鐘的我已經不見了 可是在基督教觀念 這個上帝都在時間以外 OK 先不講這個 這樣要講到罪 罪就是 而且罪還是什麼 有的人講說 以前有一個法利塞人 跑來耶穌說 這些十戒我從小都遵守 耶穌說 不對不對 你眼睛看了女人 想到不好的思想 就已經犯了堅困 你看了人 恨就已經殺了人 如果按了這個標準的話 就是用心 沒有一個人逃得掉 所以他講了這些標準之後 他只有一個原則 告訴你 就是人都犯了罪 沒有一個人跑去 神對於人犯罪這件事情 因為他本身是聖結的 是沒辦法跟罪惡的東西在一起 所以一定會分開 所以你自然就選擇另外一條路 OK 然後他不希望你死 有一個原因 今天有個法官坐在這邊 照他公義的本性 你犯罪抓這樣 這個人偷了東西 五年徒刑送走 那個人做了什麼 就這樣就好了 照理說是這樣 可是今天送來是他兒子 他對他有感情 他判不下去 他可不可以不判 可以不判 可是他就變成不公義 對不對 他如果照判 他也違反他愛他的原則 所以這兩個天人交戰 這兩個互相 人家都Paradox 不是Paradox 就是Conflict 他在矛盾 矛盾的時候最後怎麼樣 他做一件事情 在監牢裡面你犯了罪 人家會做什麼 幫你保釋出去 那誰可以保 是不是另外一個犯人可以保你 不可以 一定要外面沒有犯罪的人 進來保你 可是世界上的人都犯了罪 所以沒有人可以保 誰要保 只有這個法官自己下來 所以為什麼耶穌說 是上帝道成肉身來到世界上 成為人的樣子 就是要來死 可是死如果死了 耶穌死了以後 就死了怎麼辦 表示他也是人 他不是神 可是他復活 所以基督教的核心在哪裡 他復活 他復活證明他是神 他不是人 OK 講到最後 你拉回這個故事 解碼器已經給你了 回來參和的故事 你再看得懂他一些什麼 這是耶穌耶 瑪利亞什麼時候生他 他還是童女的時候 還是virgin的時候生他 因為他不是經過人的性行為產生的 他從小耶穌 母親瑪利亞生他的時候 也覺得這個很特殊 他又是我的神 又是我的孩子 心情很複雜 然後我以前相信 他是我的神的時候 他怎麼會死在我手上 他不曉得三天之後 耶穌會復活 可是在那個當下 那個moment的時候 他的確是死在他手上 一個三十幾歲三十三歲的人 他的兒子就躺在那邊 他抱著他 他那時候心裡面想的 不光是悲傷 悲傷裡面又帶著 到底怎麼會這樣子 他明明是上帝怎麼會死掉 不可能 所以他很複雜 我們剛才講那個神學的概念 全部套在上面的時候 他的表情就變得很恰當 很恰當 因為你有那些神學的了解的時候 再來分享這個藝術品的時候 就到位了 那這個導演就厲害了 什麼是好的導演 叫演員在適當的時候 那個表情我把你拍下來 演員不是只有會演 導演你還要跟他講說怎麼演 演得對的時候 我把你拍下來 你才會出名 你只是在那裡 導演不會抓到這個moment的時候 你演不出來 人家的觀眾也看不到 所以這就是 這厲害 這雕塑家 他定格的時候 要選這個表情 把他表現出來 這就是張力 張力 藝術品要選一個那個點 你娶女生 我現在要取最漂亮的那個點 為什麼新娘子要打扮 就是讓我最漂亮的時候 呈現出來結婚 就那個最漂亮的時候 最appreciate 被pick 最高點 抓到 這個導演要選一個最高潮的那個點 講到這個 暫停一下 下一張 這同樣叫Bernini 技術不會輸給米開朗基羅的作品 另外一個藝術家 這個是另外一個故事 他講說 希臘的神話裡面 一個男生一直追求女生 女生很漂亮 追到後來 可是他追到他的那一剎那 之前都追不到 追到一剎那 一碰到他的時候 他就變成樹枝 好悲慘的故事 一碰到他的時候 就變成轉型 變成另外 變樹枝 他就不能enjoy這個女生 好悲慘的故事 希臘的故事 希臘的神話 他的雕工絕對不會輸給Bernini 可是你是評審來評判 剛才那個作品在這邊 最後Final 決賽者勝出兩位 你要選哪一個給他冠軍 哪一個給他亞軍 不好意思 你如果沒有我剛才講的東西 你不是一個夠水準的評審的話 你分不出來 因為他討論的議題不同 裡面說的issue 層次不一樣 贊助不一樣 人的悔恨 他有沒有很深的思考在裡面 沒有了 要看嗎 這就是藝術品 先講到這邊 這是藝術品 那藝術品這種東西 是require很多的深思 我跟你講 跟那個一般的樸樸藝術 弄一個宅男的那個娃娃 在那邊給你看 你覺得呢 怎麼會quick cook 你覺得會花錢去買那個東西嗎 不會了嘛 自然不會了嘛 當我把你們的位階 拉到這邊的時候 你再回來看這東西 那你可以欣賞那個東西 把真的東西拿出來說 假的東西就走了 是誰讓台灣人得到自由 真理讓你得到自由 我講假的你來挑戰我 但是如果真的大家來逼平一準 對錯你要自己要分辨 國民黨就用謊言一直在教你 虛假的嘛 假的東西 媒體操作 我剛才講的 戲再怎麼演都是戲 那為什麼戲 真實的事情比較好看 因為它是真的 真的東西決定一切 你再怎麼看好看是戲而已 你再怎麼畫大餅 教育裡面媒體裡面 各方面給你畫 這是虛空的東西 是假的 它為了要達到一個目的 繼續統治你 宰治你的一個謊言 所以我們對付它 是什麼讓台灣人得到自由 真理嘛 事實嘛 Document嘛 歷史上的文件是不容狡辯 不容更改的嘛 科學上的證據也讓你沒辦法 科學上的證據也讓你沒辦法 我在講說台灣人是什麼人 台灣人是福爾摩沙上面 這個島上住的平埔族跟古山座的人 不是中國人 不是嘛 要不然你就來厭學嘛 這就用科學證據 你不要用文化上來跟我講 不要講歷史上的主權 不要講文化上的主權 你跟我講法理上的主權 科學上的證據 我真的是誰 我說到藝術品也是什麼 我如果這個鄉鄉 這東西等給你 你們看有沒有 看沒有啊 怎麼欣賞 不知道怎麼欣賞 來 下一張 講到這個 既然是帝國 你們既然是大日本帝國的臣民 不好意思 你們思想要改了 不要像一個奴才 不要像奴才 思考不要像奴才 行為不要像奴才 來 動作不要像奴才 來介紹這個 羅馬帝國集盛期 這個水池 這個水池是什麼 椎底 它裡面代表四個河的河神 東南西北 不同國家的河神 南美洲 歐洲的河神 多奈爾河的河神 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帝國就告訴你說 河神是以前生命的主流 對不對 每一個國家就靠一個河 尼羅河就是衍生了埃及的文化 就是一個河是一個生命的源頭 你這些生命的源頭 被我的河神 掌管這些河的河神 被我抓來羅馬廣場的時候 表示什麼 你們都被我控制 他最后很霸氣 最后帝國會做這種事 對不對 我講很快因為時間不太夠 下一張 過幾年以後 有一個叫做 埃菲爾鐵塔 法國的 埃菲爾鐵塔 那時候法國很強 強到一個地步 他要做這個東西 才能足以彰顯他的實力 埃菲爾鐵塔有幾根腳 四根腳 跟剛才那個水池一樣 地的四極 他就跳過去說四極腳 四極的河流匯聚 在巴黎 又是一個帝國的彰顯 可是它跟上一個帝國不一樣 什麼 這個加了一度空間 往什麼 往天空發展 這時候開始有飛船 那時候你們可能沒有知道 飛船是什麼 還不是飛機 飛船在後面飛來飛去 他告訴你 我歷史的新的一個chapter開始了 這個chapter裡面 什麼叫帝國 不是戰地為狼的叫做帝國 我現在制空權也是帝國 我掌握制空權 我才是真正的帝國 制空權 我沒辦法飛到天空 之前還什麼水陸兩軍 沒有 現在還有空軍 來 下一張 在60年以後 剛才羅馬帝國幾年以後是法國 在60年以後是什麼 美國 阿波羅11號 登陸月球 阿姆斯壯 記得嗎 在座 大家年級 看得到 它宣告另外一個帝國又開始了 美國真的新的帝國出來了 它的距離已經不在地球上了 它到月球上去了 是不是 但是另外一個帝國開始了 所以日本最近有發射火箭 各個國家只要是像強國都會想發射的火箭 為什麼它知道那是制空權 那是更厲害的東西 抓不到你就被淘汰掉了 就這麼簡單 你們不是在上面的人 不會知道什麼叫做競爭 沒有走到頂端的人不曉得什麼叫競爭 競爭就是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沒有第二名出現 我講一個比較羅曼蒂格的故事好了 我以前 因為在費者念書我喜歡到紐約 那我那時候 這個不是叫蕭瑩 我喜歡音樂系的女孩子 我喜歡彈鋼琴的女孩子 所以我就追朱利亞音樂學院 就知道有一個蠻漂亮又會彈琴的女生 結果去那邊 他們每一年都會辦一個音樂會 每年的心聲就會進來 那鋼琴演奏會就會選出一個第一名出來 每年會爭那第一名 通常那第一名到後來都會到哪裡去 到四大交響樂團裡面去 紐約愛樂、三分之愛樂、費神管交、 芝加哥或克利布蘭音樂樂團 所以大家都在很注目這件事情 記者也在旁邊報 結果那一天晚上我也坐在那邊聽 結果坐在旁邊的旁邊 那個女生幫我介紹說 這是我們上一屆的鋼琴王子 長得又帥又高又好看 他是上一屆的冠軍 那這一屆心聲就出來 他就坐在那邊看說心聲是誰 這樣看 果然有一個韓國的鋼琴男生上台 一彈之後 彈不到幾分鐘 隔壁這鋼琴王子就站起來走出去了 聽說從此也沒有看到他 有看到他的人 聽說在餐廳裡面看到他在打工 他從此不再摸鋼琴 我們這些不懂的人 怎麼知道他們發生什麼事情 可是人家的決鬥已經打完了 因為那個鋼琴王子一聽 這個在我之上 我看 鋼琴到上面 這個人在我之上還在我之下 那個是我可以達到的上還是下 他一出手就知有無的時候 自己就落敗了 這種人到頂尖的人 他只要第一名他不要第二的 所以他寧可死掉 他拼不到第一他就不要了 他說那我不談 拜託我們想說第二名也不錯 在世界裡面第二名好歹也很好的收入 你幹嘛不要 不要 他們就是不要了 你們可以了解這種心情嗎 當然不會 因為大家都一般人 你怎麼知道說真第一的感覺 可是在真第一的時候就是生死的決鬥 這個在我們日本文化裡面是有的 什麼叫武士決鬥 沒有把你動腳動手的 一次就倒地你就死了 你沒有那個必死的決心不要來玩 沒有必死的決心不要來 不要生這局 因為你不是這塊料 所以那鋼琴的選手 我們選手看他想到第二名 世界第二 可是他們眼中只有第一 所以他今天才會爬到這個位置 不是那個他就不玩 我寧可去端盤端完都高興 很奇怪的想法 但是很重要的想法 這就是人類追求完美的一個動力 台灣人繼續維持在這種 老闆的思考跟文化裡面 曲格了 所以很多人都說 台灣人死死好了 跟你說這麼多你還聽不懂 跟你說的事實都已經拿出來 還在那邊懷疑這個懷疑那個 沒有啦 真實的東西拿出來以後 就決勝點都過了 你不怕什麼 很多人我邀請來的時候 對啊 他說明天還要上班 我還有一個禮拜 我現在很忙 我沒時間來 你們看不出來什麼東西是重要 什麼東西是不重要的 分不出輕重緩急 是非對錯 我跟你講 當你在專心追求你的事情 然後忽略了真正的正義公平的時候 你的幸福快樂永遠得不到 很多人想說 我這一輩子的需求就是幸福快樂 不好意思 講這種話的人永遠得不到幸福跟快樂 為什麼 他的目標設錯了 幸福快樂永遠是副產品 沒有人把這種東西當作 那太抽象了 只有說我達到正義公平的社會以後 我才會享受到幸福快樂 你不可能一個人去追求幸福快樂 這社會不公不義在你旁邊發生 你還可以享受你的幸福快樂 不可能啦 台灣人你給我賺錢 錢可以解決一切嗎 錯了嘛 你有錢但是這種載智的社會 你看得下去嗎 你可以享受你賺來的錢的成果 你開你的賓室看到台灣人去賺錢 你開得下去嗎 你的感覺是什麼 白白去台灣人為什麼他在那裡賺錢 這個社會怎麼會是這樣子 這理所當然 因為他不不怕命 不是 今天整個狀況是你被當奴隸來處理 再有這種結果 你不處理這基本上的問題 剛才說我追求個人性能自私 最後就是被人家宰治 就是這樣 你只有把目標定對的時候 幸福快樂隨之而來 所以你目標要定對 但是你如果定錯 比如說我這人就是要快樂就好 我只要快樂就好 不好意思 你快樂就好 你什麼事都可以做 比如說我找一個女朋友 跟他結婚以後 我不快樂啊 所以我要離婚啊 我沒有感受到愛情 當你把這當作首要原則的時候 這些都被排除掉 因為他都可以被犧牲啊 但是你說 我就要建構一個完美的家庭的時候 幸福快樂隨之而來 我要建構一個完美的家庭的時候 每一個人各司其職 那時候真正的幸福才會出現 但是每個人以自己為主來思考的時候 我已經沒有感覺了 那我們離婚吧 是這樣子嗎 所以你的目標定錯的時候 這些都會崩潰 會崩潰 你永遠也找不到幸福 我再找一個女生 就有快樂幸福嗎 不會啦 我看一下那種 多試幾次更糟糕 所以當時你把這個好的目標 當作方向設定好的時候 困難可以解除 遇到困難 沒關係 熬過去 我們面對這個問題把它解決 家庭有困難 我們熬過去 大家一起吃苦 以後更好啊 以後你享受到那種快樂 不是你之前那種態度 短視盡力的人享受得到 那種家庭結構 以後 民政府希望推廣的家庭也是 台灣人最好每個人都正常的家庭 我不希望不正常的家庭 因為這會獲言子孫 那年輕啊 如果不曉得 什麼要建立一個好的家庭的話 這個台灣界的土地人 怎麼會強盛起來 每個人都忙著要離婚 忙著為追求自己的東西 小孩就沒人過 待在那補習班去報仇 這怎麼對呢 這是虛假文化 說到報仇 這就真的是大虛假的文化 補什麼習啊 他不是這塊料 你硬補把他推到那個 以後也會吐奶 也會跑掉 沒有用啦 補就是一個做假的文化 這是一個做假文化 不要補習 我的孩子不准他補習 電話打電話 你不關心你的孩子嗎 我說我最關心我的孩子 我最不讓他補習 他如果他會坐坐 我會給他坐坐 我會叫他去做工 有什麼不好 就做他最行的事情 讓他去發展他的那個 對不對 考試就是要測驗 你有沒有這個實力 你適合做什麼 早點做選擇 不要走了 白白念了大學畢業生 不要 這種太多了 都不曉得自己在幹嘛 補習就是一個虛假的文化 為什麼跟著做補習 你為什麼不實實在在 我這輩子我的能力是什麼 我好好的把這個事情做好 每個人盡忠職守在不同的崗位上 這就是一個完美的社會 不要虛假追求都是要台大 都要建宗 不好意思 都是虛假的文化 西西在在文化 台灣人不是這樣 好好的做你每一天 手邊的工作 我有多少實力 做到多少實力 不用跟人家爭 搞不好分類的事情做好 上面的人衝一定會把你往上拉 你一定會到對的位置 綿環留意的事情 這就是建構一個完美的社會需要的 藝術一定跑不掉的 英國皇家裡面 他不會撒掉一條課 就是畫畫 藝術課 訓練一個帝王就是這樣 阿北 我們不能再跟人家比勞力 比不過人家 台灣人在兩千萬人 他生活一千幾百萬人 你要跟中國那幾億人在比勞力 比熟的 你比不贏的人 你還不如就是專精 你會的好好做好 這個台灣土做好 你自然有你的位置 自然有夠你吃的飯 也不要貪心 我跟你說 就算給你 回到你大日本帝國成名的身份 你有夠假嗎 好啦 你逼著日本人承認你是大兄 是哥哥 但是你有沒有做哥哥的樣子 有沒有做哥哥的格調 有夠假嗎 人家叫你叫哥哥的時候 叫得出來 台灣人現在 這事情一直在動 所以你要好好準備什麼 不要算那插花的事情 錢稍欠的 照顧自己的好好的教育 自己的下一代 讓他受到最好的教育 提升他的水準 不要去補習 做那個不好的 為什麼會補習 因為市場上只有那幾個工作 只有那幾條路可以生存 所以你要弄成這樣的小孩子 把他糟蹋掉 糟蹋的 不好意思 我不講太多 那個是應該高級班講的 下一個 這到哪裡去了 剛剛是到月球 1960年 現在2012年的時候 到哪裡 到火星 四十五十幾年就到火星 我上一次講說 問你們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地球到火星的距離 是地球到月球的距離的幾倍 猜猜看 這個叫好奇 好奇 curiosity 他那時候對全世界的人 徵求火星的名字 這是到月球的登陸小庭 待會兒下一張 先看下一張 然後再回到這一張 這是他剛到火星的時候 拍的第一張照片 再回到剛剛在登陸小庭 謝謝 好 有沒有人給我答案 幾十倍 來 地球到月球的平均距離是 384401公里 38萬公里 然後到火星的距離是 到地球的距離 出比後 1481倍 1481倍 可以想像嗎 到月球我們就覺得很久了 它是1481倍 到火星 時間到了是不是 OK 好 再下一張 我們看幾張 就轉結再往下 這是18多年的紐約 然後再下一張 這1907年的紐約 拜託 1907年 1907年 一直New York 就這樣 一次一旦 他們就說 下一張 輸人輸金這個 對啊 沒有沒有 這在跳過 我們在講埃及 那時候我要求中國歷史 人家埃及歷史 5、6千年 那真的有文字 埃及文字 5、6千年之前就有了 這個再講 以後 我現在時間差不多 來 現在是我們高級班 希望大家來參加高級班 我們今天就講到這邊 有什麼問題的時候 我們待會再討論 OK 請給請起立 看一下分組討論的每一周所在的位置 新竹周在一樓樓下的後面那個飯廳那邊 然後台中、台南、宜花東在一樓的咖啡廳 然後高雄在一樓的會議室 就是辦公室對面那一間 然後高砂跟台北留在五樓教室 然後麻煩請各位現在開始移動 謝謝 謝謝